大家好,下面我们将开始观看Mavic Air 2固件升级教学视频。 为了获得更好的飞行体验,请使用最新版本固件进行飞行。 本视频将介绍两种固件升级的方式。 使用DJI Fly App升级,或使用DJI Assistant 2软件升级。 在升级前,请确保电池电量在50%以上。 让我们开始吧! 使用DJI Fly App进行固件升级时,请开启飞行器和遥控器,确保飞行器和遥控器已完成对频。 将智能手机连接到网络之后,DJI Fly App将会自动检查固件版本是否有升级需求。 当出现需要升级的提示时,点击开始升级或更新。 在升级过程中,请勿断电或退出App。 升级完成后,飞行器将会自动重启。 好了,您已成功升级固件。 接下来,我们将使用DJI Assistant 2软件分别对飞行器和遥控器进行固件升级。 开启飞行器电源,使用USB数据线将飞行器连接至电脑。 打开DJI Assistant 2软件,点击右上角登录DJI账号,随后选择已连接的设备。 点击左侧菜单中的固件升级。 等待软件自动刷新固件列表,选择最新固件,然后点击升级按钮。 升级完成后,飞行器将会自动重启。 遥控器的固件升级步骤与飞行器非常相似。 开启遥控器电源,使用USB数据线将遥控器连接至电脑。 选择已连接的设备和最新的固件版本进行升级。 在升级过程中,请勿关闭遥控器电源,退出DJI Assistant 2软件,或断开数据线。 内容到此结束。感谢观看Mavic Air 2教学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